从您挑 你等一下我给你打过来 正在这里做事 对巴菲特 对巴菲特这个事情 我跟你讲 这个有说的了 就是说呢 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呢因为具有非常丰富的财富知识 所以呢 他是一直站在世界最前列上 但是人们学习巴菲特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误解和误会 实际上很多人呢 对巴菲特的理解是片面的 就是说 第一是价值性投资 那巴菲特是价值性投资并没有错 但是很多人呢 以为价值性投资 就是买便宜的投资 但是强强便宜的投资是最难买的 很多人以为 百分之投资是高回报 其实不对 百分之投资是稳定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稳定的回报 巴菲特实际上他的回报率并不高 百分之二十四 二十五左右 但是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任何一个人 你只要能保持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回报 你就会成为最富有的人 所以呢 作为财富理论 掌握在最透切的巴菲特 所以他也就是最伟大的投资人 怎么样 OK 好 中国现在取一个非常时期 但是最需要的呢 就是财富的知识与理念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接触太少 也没有面对个什么强大的对手 当2006年金融启示 跟世界接轨 WTO开放以后 在金融领域跟世界接轨以后呢 将会面临了很多的 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个挑战就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个 就是有挑战就有机会 有机会就有挑战 就是挑战 这个挑战是 中国人就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也可以说是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准备的 我呢是在这里研究了十多年 我认为可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 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就是大力宣传财富 与财富理念 来帮助 大家这个度过 危机 怎么样 开始投资 一下就来了 一百多个客户 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 可能是死过前列的 好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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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这个决明讲的也是VD那样 做投资啊 就是你要做到 这个投资人需要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市场呢 是非常难驾驭的 如果你要能够做到事 就是投资人所需要 又能从市场赚到钱 那投资人是非常的高气 这是也是投资人 投资人梦里以求的 要寻找的对象 我呢 在第一年 对吧 一开始投资的时候 就给一百多个投资人 投资 这个是非常的神奇 非常不简单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多伦多 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当然这个很少 很少见 这个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这本书啊 一定会是一本经典的剧作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因为 这本书 不是普通的 财富知识 也不是普通的财富理念 是成功的 财富实践 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这样一种财富知识 得到好处 不像一般的书 投资书 每个人去学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风险 很多人是不适合于学 财富通的 而 每个人都可以用 看过小孩 我们不过